高天智議員 國下保安部隊的部門 在疫情之中這兩年 作出的努力 為我們澳門市民得到今時今日的結果 尤其是前線的 官員最辛苦 因為這兩年大家都有目共到 他們的努力 是令到我們港大澳門市民 得到一個所謂心理上 和我們澳門的整體的安全的情況 這個是需要說明出來的 兼顧我曾經都有和行政法務司都講過 來去鼓勵也好 或者激勵也好 或者什麽原因都好 如果可以後應 好像新加坡和一些歐洲的國家 給多一份工資 他們當是一個鼓勵 當然政府對於這個情況 至今都未有一個很清晰的表述 但我們都是需要這樣去講的 因為相信議會都沒有什麼人去反對這件事的 這裏就需要和司長講 首先都是紀律部隊 尤其是整體紀律部隊前線低級的那些 警務人員也好 消防人員也好 海關也好 拯救員也好 司警也好 他們都是澳門市民來的 他們都受澳門現在的狀況 物價的上升房屋等的方面 的而確實市民遇到那個困難 他們都有的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很希望 就是司長對於房屋的方面 我都是堅持下去 以過去過往 例如鎮安記者局的福利會 他都有自己的宿舍 那這一方面有沒有空間不夠將來呢 我始終都覺得集中了在一個地方 來去召集一些保安部隊 始終都是好過 編散了整個澳門或者國內的 那這個是看看司長 怎樣去回應這個房屋的問題 第二就是關於四十四個小時這個問題的 的而赤角呢 修改過之後呢 最後那個法例 十九尺角2020年呢 根根根到底呢 都去回八十七法令 八十七八九M的法令的 那裏面呢 大原則呢 尤其是第七十七條裏面呢 其實是講到 是三十六個小時的 就是整體公務人員 當然呢 紀律部隊有他的獨特 有他的要求呢 就可以呢 就是因為他超過四十四個小時以上 就有個進貼的 那第一個問題呢就是 你由三十六去到四十四 未超過四十四 是有八個小時的 那這裏怎樣去體現呢 因為記得我們那個委員會 當時的意見書都有問這個問題 但是始終都沒有 有個答覆的 那其餘呢 現在的所謂大家都有個出發點 尤其是他們前線所反映的問題呢 主要呢就是 現在來講 現在來講 他超了時間之後呢 始終的計算裏面呢 是計五日的 即是工作日的 那這裏呢就是 因爲如果你計工作日呢 同一個禮拜呢 始終都有個出入在裏的 那這裏是不是 可以 優化 可以做得更加好 使到他們 計算的時候 是會比較公正些 和公平些 計算出來呢 因爲 隨傳隨到 這個是一個義務來的 但是如果文職來講 它是有個津貼在裏的 那但是事實上 如果你這樣的計算來講 這個地方 兼顧 對於他們 所作出 所做的 時間呢 那尤其是沒有那個 所謂 最高限額的 就是它沒有封定的 那可以 五十個 六十個 都可以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那個津貼 都是這樣的計算 那這裏 是否可以 做好一點呢 尤其是打風的時候呢 他們要早些到和遲些出 這件事亦都是他們反映 覺得可以完善些 做好些計算 令到他們會比較好些 另外就是關於基層的所謂上升 進度都比較長的 要等12年才可以進升 這裏有沒有空間 是給他們進升的機會快些 以及機會多些 這亦都是體現到居立部隊 尤其是治安警察局 它是龐大的 多人在這裏 這個怎樣去考慮 這個都要有待去想 怎樣可以做到空間比較大 給他們可以上升 暫時是這麼多 謝謝 請高天使議員 謝謝主席 謝謝思長的回應 都有些共同點 起碼房屋的問題 集中方便去召集一些人員 那對於那個 我想追問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那44個小時的 因為根據當時修改的法例 第一上次委員會裏面的意見書 有關於127斜坡 6200年的時候 第四點 它有講到關於36至44 那個空間 是怎樣可以見到 在津貼方面 增加性津貼方面 可以體現到的 這個的而且確就是 因為未必是個個都做到超過44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另外那個除全罪到的而且確是今時今日 是包括了星期六、星期和假日的放假的 所以這個也可以值得去探測不夠將來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這些情況包括了颱風的時候 尤其是紀錄部隊要早到和持久 兼顧其他的工作的計算都是需要重視 那我就希望司長可以在這方面 如果正所謂你說空間現在要問澳門市民 他未必支持這個方案 所以說鼓勵那些紀錄部隊人員 因為這兩年的疫情 但是起碼都可以在津貼的方面可以調整 一邊不行 第二邊都可以 兼顧 剛才司長都講到 同意在大家一起去集中 都可以建議在房屋那裏 不變成像是否原諒 都不可以在拿走 並未必凍作為 有疑 有 prereする 請選擇